樓梯街磁磚凸起 有的甚至直接脫落 來到屋內 不管是牆上還是地板 一條條裂縫 在整個家中隨處可見 本來有裂可是沒這麼大 屋子裂縫越裂越大 民眾住得新驚驚 地點就在基隆百一街 造成房屋毀損的主因 疑似就是隔壁正在建造的 集合住宅 二樓這個地板傾斜於這樣子 你要我們怎麼住 我們家裡還有小朋友 所以建商就是 建商要來跟你住 自從那個大指的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更是每個晚上都不敢睡覺 居民家中浴室磁磚才剛做好 沒過一段時間又出現新的裂痕 施工基地狂震 讓鄰近住戶全都遭殃 事實上在五月發生電感下線時 議員就已經要求停工 一直到六月十八號市府會看後 監管科承諾會在建築土木結構等 第三方技師全數同意才會復工 不過才經過一個月附近住戶 就發現建商竟然偷偷繼續施工 施工其實是基於安全考量 但是在他復工的這一階段 的祭師的一些數據 是不是很正確的 所以祭師有提到說 其實有作假的嫌疑 這個可能公共上有一些部分 這個我們要再理解 都發出表示 後續會建立平台 協助居民與建商溝通 不過施工安全性 與居住權益補償都還沒談好 建商就擅自復工 民眾信任感恐怕就跟這裂縫一樣 越裂越大 三立新聞 林俊華 吳嘉珍 基隆 以及林俊華的 有助理